欢迎您收看本期节目,我是金平平600度 这是位粉丝在做梦的时候梦动的这个图,把它画了下来 跟我说一下这个构思 是4拖3 一个A,一个B,一个C,一个苹果 然后拖成了 一个B,一个C,一个苹果 这边是80 然后这边呢,是20 这样的水线,合计是1米长度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制作一下,把他这个蓝图给实现 那么接下来我们直入主题,直接焊接插头 在焊接到C口的时候呢,我们把CC线跟D线接一个3K的电阻 来下拉一下,确保能开启PD充电器的5V 所以现在我们就已经焊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处理 4拖3,中间,接线的位置 就这个位置 我外面掏了一个塑料的管的外壳 里面要打上AB胶 由于没有这么大的 抗拉环 我们需要用其他方法 我们先把那个正极啊,用这个胶带 钢纹胶带把它给裹起来 裹好之后我们用 铁丝 把这个线就跟扎钢筋差不多了,扎起来 扎起来之后呢,然后把这头也拉起来 起到一个抗拉的左右 然后用AB胶把它给封死 这样的话 拉的时候呢更牢固一点 最后封口的时候用这捏子 把它给 这样 缠紧 缠紧紧的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签子把它给捡去 那这样就可以了啊,那下来我们来封胶 家也封好了,热色光也包好了 目前的成品就是这样子 下来我们先测试一下 我们来测试这个数据线 这个各个插头能不能使用 我们不一定有这么多事物呀 想办法 我们不用ECO的测试,ECO肯定是可以的 我们用C口,看C口能不能开启雷充电器 我们拿一个61瓦的,这是61瓦的充电器 苹果61瓦充电脑用的 我们把这个开关给关了,触发开关关了 我们插上它这个C口 好,可以开启 5V 一拖三或者是一拖多少,不能用快充啊 因为苹果的协议跟其他设备的协议电压不一样 我们先插上苹果一个插头 没问题 那个苹果手机在拍摄 我们拿个华为手机来试一下这个苹果插头 这是华为手机 我们来试一下苹果插头 可以充电,没问题 那将来我们来试一下 C口吧 C口用什么事呢 我们拿一个 电流表 A口我们拿个电流表来试一下A口 我说A口是可以的 拿一个坏的吧 拿一个坏的来试一下 坏的电流表 好的,可以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安卓的 闭口 这个电流表上面闭口 也可以 我们试一下C口,C口的话我们有个充电宝 充电宝 充电宝有C口 好,没问题 还有一个C口 还有一个B口 B口的话我们用 用这个 用这个吧 用这个吧 这个设备的试一下 红灯亮了 没问题 好,可以的 扇个我,扇个我的纪录仪 好,基本上设备都全了 一线在手 所有设备都可以用 实在想不出什么设备不能用了 所有的设备都能通用 但是你的充电器的功率一定要大 建议使用5V20A的充电器 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拜拜